今天是4月2号 4月2号 那个 玉山全球通应该已经开始开通了 昨天4月1号的时候 我要去设定我发现他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设定 然后今天4月2号的时候在这边我的账户 我们登入PayPal之后 我的账户这边有个提领 我要把现金里面的余额要领出来的时候 那其实之前都会跳出那个 我要用哪个账户提款出来 然后今天就变成这样子 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透过玉山全球通将款项提领至你的 玉山银行美金或台币账户 然后第2个是 提领款项到美国的银行账户 好那你不得不做选择了嘛对不对 好那我就选第1个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你点选的连结会带你离开PayPal的网站 然后重新导向第3方网站 PayPal不代表第3方网站 对其品质内容 可靠性或安全性 不承担任何监督或管控的义务 同时PayPal对第3方网站使用 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按下继续 讲那对废话 我们还是按继续嘛 然后就到 到了这个 玉山银行的 全球通的网站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好他在这边只是 只是 做说明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站好 这个网站是 greatgoodsforyou.com.tw 他这网站蛮不错的 站长还认真 他在3月31号这一天就已经写出来了 玉山全球通PayPal快速提领的服务 那实力教学 然后我们直接看 step1 第一步 登入玉山网络的 玉山的网络银行 建议用IE浏览器 好像台湾的很多银行 其实都 比较支援这个IE浏览器 那我们就 开个IE浏览器好了 我们开这个IE浏览器 然后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Ctrl C复制起来 然后用这个IE浏览器在网址列上面贴上 Ctrl V贴上 然后按 Go 好我们就登入了 这个玉山的网络银行 那因为 我之前已经有到这个玉山去开户了 所以 我是个人 网络银行嘛 所以 OK 就登入这个个人的身份证字号 填写完毕呢 就登入 然后把按一个叉叉关掉 他这个是提示你 怎么使用 好然后这个网站呢 他有告诉你说 好然后这个网站呢 第2个步骤 安装客服套件 好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安装客服套件 好但是 安装一下 比较好 才不会出现 浏览器不支援 某些功能的状况 这是以前的经验啊 所以 他说右上角的线上客服 我们看一下 右上角在这边线上客服 点一下 好了 这个网站想要执行 好就点一下 然后 安装 在这边 为这部电脑上所有的使用者安装 只附加元件 我们就把它安装一下 安装 好 也不晓得到底安装完了没 好再点一下右键好了 执行附加元件 执行 好 哦好 这个跑出来了 Windows 因为我这是Windows Wind7的版本 然后防火墙封锁这个程式 好我们按一下允许 好这样防火墙打开这个通道 这样我们去 银行存取的时候 才能够正确的存取 我们要的功能 好了 那这个功能已经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步 他这边有讲解说 此步骤一定要执行 安装并允许被封锁的内容 好做完了我们就到第三步骤去 绑定玉山全球通和PayPal的账户 点选玉山全球通 PayPal提领 好我们再回到这一个 刚刚 这个登入网络银行的画面里面来 好就是这个 绑定玉山全球通PayPal提领 这边 点一下 好 然后呢 勾起来 确认阅读 我相信你也不可能去读啦 反正你想要领钱嘛 一定要同意啊 确认 这是第三步骤 好 快嫌已封锁 点一下 永远允许这个网站的快嫌 好 是 玉山全球通PayPal提领 他如果有那个挡住快嫌的 你就把它打开就对了 好我们再按一下 好 又跑出来了 按打勾 然后按确认 好 因为他是另外挑一个新视窗 另外挑一个浏览器出来 所以你的那个 预设浏览器那个会挡 挡住那个 pop up 这种方式的话 一定要允许他 才能够打开 好 那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呢 你要输入什么呢 我将这个账户连接到你的PayPal 这样你的PayPal 才会知道你的这个预算账户是有连接在一块的 那所以这边要输入什么东西呢 这边 既然是将账户连接到PayPal 那这边 应该就是输入 PayPal的 那个电子邮件跟密码 对不对 所以我输入的PayPal电子邮件跟密码 好 按下授权 OK 他说我们已经传送确认的电子邮件到这个 E-mail了 好 按关闭并继续 又被封锁来 按下 永远允许 这登录之后啊 我要到 哪个地方呢 我要到这个 玉山全球通的PayPal提领这边 按确认 诶 为什么又要绑定一次 再输入一次PayPal的账号密码 授权 我们以传送确认电子邮件 我们以传送确认电子邮件 设定成功 新增账户连结 PayPal账户 好已经设定成功了 因为刚刚我们 在跳出新视窗的时候 又被这个IE浏览器给挡住了啦 所以我刚把他 允许 允许跳出这个PayPal的视窗之后 我这次再连结一次才是真的设定成功 按关闭 好这时候呢 好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按 玉山全球通PayPal提领 OK 这次秀出来的画面就 就是已经连结成功的画面了 就是PayPal账户是这一个 好然后呢 然后我们要提款的话怎么办 我现在已经绑定成功了嘛 所以以后我们不需要到PayPal里面 的那个后台去提款 我们以后只要到玉山银行的后台 的玉山全球通PayPal提领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按这个余额查询跟提领 按 或 你可以按这个提领名细查询可以看一下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查询 那我们如果 要取款的话 我们就按这个余额查询提领 按同意 然后他告诉你 目前你的PayPal 因为他们已经绑定了 所以 在玉山银行的后台可以看到PayPal 目前的金额是多少钱 那我的PayPal里面有 10434块台币 那这边就按那个 你要提出来的金额多少 然后呢 假设 假设我要提10000块好了 然后 存入资讯 这边 新台币 然后选择玉山台币账户 假设说你里面是有美金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存到你的那个 假设是美金的话 你看 假设我这边选美金的话 我这边就可以选择美金 然后存到我的玉山外币 因为 我上次去玉山银行办理 户头的 开户的时候 就直接申请了一本外币账户 跟一本那个台币账户 之前的那段影片有教过 有讲 有讲过 去申请的时候 直接申请两个账户了 那玉山好处就是 你 外币账户 跟你的那个台币账户 你是可以自己在 网络银行里面互转的 可以自己去互转 台币转到美元账户 美元账户转台币 以当天的汇率为准 然后 然后这边 我刚是台币嘛 所以我这边 台币 我要实际把他领出来 然后 这边有个选择常用的申报性质 好 我就把他选 我看你自己因为这个缴税嘛 所以 我要 要申报嘛 所以好我这个是电脑跟资讯收入 或者你是你自己去选择这个点选申报性质清单代入其他申报性质 然后你可能 看你们自己这个收入状态 那我是 资讯收入嘛 然后按下一步 好这个时候呢 好这边就 我觉得比较复杂了就是 呃 由 国外 贿赂直接 对因为这个也没得选啊就是 你要预设就对了 所以也没得选 然后 申报人是谁啊 就是你的名字嘛 然后这边也没得选啊 所以你不用理他 好 其实 都没得选啊 都没得选 汇款金额 台币 1万块 是等值的 美金 好 好 然后他这边按下一步 下一步 他这边就做一下缺人嘛 你的PayPal账户啊 提点金额啊 好 入账金额啊 好然后呢 就输入 使用者密码 好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网络行的使用者密码 好 所以我就再输入一次我自己的密码 然后最重要的一步来咯 确认 蛮久的 好了 交易成功 此款项 于3到5个工作日内 汇入你指定的玉山银行账户 好 所以他会会 1万块台币 到我的玉山银行的账户 结束了 所以整个流程就是这样子 第一次操作觉得卡卡的啦 那 以后如果 要领钱其实 就就是按这个玉山全球通嘛 然后 输入你的金额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好确认 好 钱就领到你的 3到5个工作天就会进到你的玉山银行的户头了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回到 PayPal的后台去看一下 哇1万块真的被转走了 我只剩下台币434块了 好 然后这边就会有 我这边这个 2014年 现在已经变4月3号了 付款到玉山 商业银行 有没有 1万块 所以从PayPal这边已经转了1万块到玉山银行去了 2014年